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 哭得这么伤心 这个故事 也需要从十几天前开始说起 曾经有人跟我说 美国 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 而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农村里 读了高中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 杜鲁斯 位于明尼苏达州港口位置 在这儿 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的名字叫 Luke每天要在这条路上 开上四十分钟 无论是上班 上学 还是买东西 四十分钟去 四十分钟回 他后面跟我说 他去过最大的城市 是芝加哥 就是这样 他在这个小城市 平平凡凡的过了十多年 所以 在2013年的暑假 我有一个计划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们要做这个农村 我认识了 去中国 Luke对港中印象最深的 就是人多 无论到哪里 除了人还是人 特别是地铁 拥挤得让他无法呼吸 从一个六万人口的城市 到一个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城市 也许对他来说 变化确实太大了 来自小城市的他 在这繁忙的都市里 显得特别不习惯 但我没有想到 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等等 让我来简单地介绍一下 Luke的性格 他是我见过 最不美国人的美国人 他的话特别少 有时候我问他十句 他再回答我一个字 这对我的拍摄工作 也带来一定的困难 我会经常问他一些 在中国的感受 他所看到的 学到的 或者体会到的 可他总说 我会经常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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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国家你都要是个不正常的 在这种国家的所谓 比较我一样 所以不同语言 不同语言 我必须是个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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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例如你觉得 being rude是 在一家的餐厂 励励和 waiters 你必须不来 你必须要叫他们 叫他们 叫他们 叫他们来 让他们来看 做什么你需要他们来做 但是,你懂的,我只是用到一家的餐廳,我坐在那裡,然後, 然後, eventually,有人會來… 我们两个屌丝在澳门这首场摄影显得格格不入 可不如去 这种所谐的像是处理的 我一直都有在那种群众的地方 是一个人类的地方 他在这里有很多地方 人类的地方 很像是人类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都有一种很贵的名字 很贵的名字 你不得了 这是一个集团的集团 我从来没有见到我的国家 如果人们有钱要花费 如果人们要花费 那就是那种花费 我认为那种花费 我认为那种花费 好了 所以我们要买一个摩托的摩托 你认为这种摩托吗 我认为这种摩托 我认为这种摩托的摩托 我认为这种摩托的摩托 我希望这种摩托的摩托 我希望这种摩托的摩托 大家有个人 有个人 做的摩托的摩托 除了我们 如果这种摩托的摩托 我们就会看着奇怪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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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 火车票价格比较高 况且 路不住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火车 这次旅行 因为经费有限 火车成为了我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麽 你相信中国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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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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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是它太棒了? 是它太棒了? 為什麼它不是太棒了? 是它太棒了 我愛你 也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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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呀 還真正 還沒有 我還沒有 两个星期过去了 一切进展得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Luke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不适应 他非常想嫁 十几天来 生活上的不习惯 加上文化的差异 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再也安排不住心中的情绪 我长那么大 还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 哭得这么伤心 我曾以为 把他带来中国 将会在他平凡的生活里 增添一份色彩 可是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 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是北京人 我不是 我广州人 咱俩问同样问题 我现在说他是北京人 是说很 谢谢您 明显的北京人 小儿讲过相声 所以说会说点 我说你是北京人 不是 你说不是 我说东北人 不是 广州人 不是 你 我说 姚本 哪里 我是北京人 我们这就是的 北京人 这个是北京市 天坡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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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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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见他笑 欧阳、沙 lls 你害怕吗? 你害怕吗? 这个是害怕吗? 不,我正在做好 黄山是陆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此时此刻的他已经身心疲惫 他脑海中只想着一件事 就是回家 大量的游客 打破了黄山本该有的宁静 坐下 好 幸运 我可以Home 过来 我得重手 listeners 吵杂声让Luke失去了最后一丝看风景的心情 这次Luke的中国之行 很多事情都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原本我想拍的是她来中国感受中国的文化 体验中国的生活 品尝中国的美食 然后她会渐渐喜欢上这个文化 或者爱上这个文化 或者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东西 除了她自己的那个小村子之外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纪录片 所以说我只能把我拍到的东西真实地给呈现出来 然后我也体会到了很多 其实我学到了挺多东西 我想在这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 可是我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井底之蛙 话说有一只生活在井里的青蛙 它在井里过得自由自在 它抬头看着井口的那一片天 它觉得世界只有这么大 直到有一天 一只乌龟从井边爬过 乌龟告诉青蛙 这个世界要比它想象中大很多 海一望无际 天空要比它看到的更加美丽 于是 有一天青蛙从井里跳了出来 它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之大 可是它过得并不自在 它觉得生活太过匆忙 人群太过拥挤 城市太过喧哗 结果它慌忙地又跳了回去 它觉得 在井里的生活 很舒适 很安静 它抬头看着井口的那一片天 它觉得足矣 它说 在井里待着 它很快乐 所以 這就是它 好兄弟 Luke 你最後想說什麼? 我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